Hello 晚上好 又到了每天摸鱼的时间 我是Yalu 今天我们是想要给 这个网站加一个 SSL 根据我的调查我们可以 使用Cloudflare 来实现我们今晚的目标 然后 那是要Sign Up 嗯 嗯上了不好了 不讲了 好吧然后他现在让我们 把那个DNS 改成Cloudflare的DNS 嗯 可以的吧 好的然后我们现在 用名改好了 继续 5分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的设置是 这个样子的 用的是FlexibleSSL 然后开启 Always Use HTTPS 然后还有这个 Automatic HTTPS Rewrite 然后根据我们 查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域名已经是 显示的是 Cloudflare的SSL证书 好的然后让我们 测试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个 SSL就配置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 想通过HTTP 访问的话他会自动导向 HTTPS 然后我们 尝试一下 直接访问跟域名 看到也是 OK的 好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网站 就都 已经全部是可以用 然后我想补充一下 然后我想补充一下就是 在查到已经是 Cloudflare的证书 但是浏览器 还是依旧是显示 Azure Adure Websites 的证书的时候 就有几种解决方式 第一种是 先考虑是不是你的 浏览器的问题 就是在 Clear Browser Data 然后清空浏览器的Cache 然后第二种情况是 可能是你本机有DNS Cache 然后就应该 IPconfig flushDNS 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是 是ISP的DNS Cache 然后打开网络链接 然后Change Adapt 右键属性 然后找到 IP IPv4 Property 这里设置 原来你是自动获取 你就获取 用Google的DNS Server 然后 然后 就 以免是有一些 ISP的DNS Server 它是 Cache 是很久更新一次的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设定 或者你是用手机开 4G热点应该会比 那个Google 那个更快一点 大概就是这些了吧 然后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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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